约伯记第34章 以利护回答说 智慧人啊,你们要听我的话 有知识的人啊,你们要刺耳听我 因为耳朵誓言言语,好像上堂尝试食物 我们要选择何为事,让我们彼此知道何为善 约伯说 我是有理的,神却夺去我的功力 我虽然有功力,却被认为是说谎的 我虽然毫无过犯 我所受的剑伤却无法医治 有哪一个人像约伯呢? 他和谢曼如同喝水 他与作孽的同伙,他与恶人同行 因为他说过,人讨神的喜悦对他并无益处 所以,名里的人啊,你们要听我的话 神绝不治作恶 全能者断不治行不义 因为神必照着人所做的报应他 使个人按照所行的得报应 真的,神必不作恶 全能者也必不颠倒是非 谁派他管理大地 谁设立全世界呢? 他若对人决心这样做 他若把灵与气收归自己 有血肉生命的,就都一同弃绝身亡 世人都归回尘土 你若明理,就倾听这话 留心听我说话的声音 恨物公平的,真的可以掌权吗? 那有公义与大能的,你定他为有罪吗? 他不是对君王说,你是匪徒 又对贵族说,你们是恶人吗? 他不寻王子的情面 也不看重富人过于穷人 因为他们都是他手所造的 他们在半夜之中,刹那之间死亡 平民因遭受震动而去世 又全世的被除灭,非戒人手 神的眼看顾人的道路 查看他每一步 没有黑暗,又没有死因的地方 可以给作孽的在那里藏身 神不必进一步检查人 使人到他面前去受审判 他不必查救就可以打碎有权势的人 并且设立别人代替他们 他原来留心他们所行的 在夜间轻抚他们 他们就被压碎 他在观众面前击打他们 有如击打恶人一样 因为他们偏离正道不跟从他 也不留心他的一切道路 以致穷人的哀求达到他那里 他也垂听了困苦人的哀求 他若安静不动 谁能定他有罪呢? 他若掩面 谁能定他有罪呢? 无论对待一国或一人 都是这样 别让不敬钱的人做王 免得他危害人民 有人对神说 我忍受了管教 不再有败坏的行为了 我所看不到的 求你指教我 我若行了罪孽 必不再行 神会因你拒绝悔改 就遵照你的心意吗? 要做抉择的是你 不是我 你所知道的 只管说出来吧 名里的人必对我说 智慧的人要听我的话 约伯说话毫无知识 他的言语没有智慧 但愿约伯被试验到底 因为他的回答像恶人一样 他在自己的罪上又加过犯 在我们中间鼓掌嘲笑神 用许多话敌对神